交通部观光局推动暖冬旅游补助到一月底 而新竹县市加码延长 临近的桃园市也创全台之先 发放一千元旅游消费券 只要是平日、星期日到星期四 入住桃园合法旅宿业就能够拿到 预计在三月上路 整理好房间等待新房客入住 受惠中央推动扩大国旅暖冬油补助方案 桃园整体住房率提高一成 而随着补助到一月底结束 新竹县市延长加码 桃园市也创全台之先 发放一千元旅游消费券 预计三月上路 不管是在住宿业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伴手离产业等等 我们一估至少增加十倍的产值 也就是说我们一千万的投入 至少也会带来一亿的收益 官旅局表示只要平日 星期日到星期四 入住桃园合法旅宿业 就发放每房每张面 一百元共十张旅游消费券 可购买乐园风景区门票 也能用在金牌好店 金牌好礼 吃美食买伴手礼 出其限量一万组入住旅客 希望在桃园市的商店都可以用得到 不要有特定场所才用 比如说我可能原本规划两天而已 我这样可以多规划一天 跟我比如说朋友家人一起出去玩 我觉得这样的策略是还蛮棒的 消费券的一个金额会确实的 花在桃园市的工房产业 那它是具有这个延续性跟滚动性的 对于桃园市发放旅游消费券 业者普遍乐观其成 认为不止旅宿业受惠 也能带动整体观光产业 全面向上提升活络商机 而官旅局也表示 如果实施效果好 不排除5月以后持续加码 记者詹淑云桃园报导